今天男群妈妈弹头在社交网站发文感谢兄弟用私人飞机 带着大伙到处上演 意外让天王周杰伦超豪华的私人飞机内景曝光 照片中周杰伦和弹头巨炮等人一起坐在机舱开心喝饮料 细看内部装潢不仅有个小吧台还有大型的折叠桌 以及宽敞的座位内部十分豪华 周杰伦所属公司简短向记者回应 杰伦没有私人飞机 其实周杰伦是租用私人飞机 以2018年接了中国好声音 这就是灌篮两节目 录像结束通常都很晚了 加上每周都有商演 为了让工作能顺利衔接才会租飞机赶行程 粗估周董每场表演唱筹约1000万元 约220万人民币 租飞机的金额约200万元 约45万人民币 省下不少时间 加上比起养一架飞机年花2亿元 约4500万人民币 引租单买十分划算 据悉养一台飞机要有场地 专人和高昂的费用 一旦头发文的意思推测 应该是巨炮安排私人飞机的 只是为了赶场作用的